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高川级总领事刘建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 联邦众议员赵美馨 加州华裔财政部长江俊辉 百人会会长李渊奇等人与会 来自美国两党政坛代表致辞为大会 拉开帷幕 现任加州财务长的百人会会员江俊辉代表民主党发表开幕致辞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代表共和党发言 来自中美两国的政经专家从政治与经济层面就大选年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前景进行展望 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杰弗里·贝德 百人会会员李成 长江商学院院长象斌等专家学者加入专题讨论 同时 多位来自中美两国的娱乐产业巨头还共同探讨了好莱坞与中国的互动合作以及未来发展 本届年会还专门针对近期频频发生的华裔科学家被直卷 转入国家安全和经济间谍案件问题进行讨论 并有当事人现身说法 讲述他们成为美国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而被锁定目标的个人经历 以及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危害性 当天的专题讨论还设置了中美娱乐产业议题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黎瑞刚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集团董事长吉安·罗普洛斯 半达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高耀群等人 深入分析了好莱坞与中国之间华国合作投资的潜力 挑战以及对未来电影产业发展的影响等 年会期间 大伙的如著名演员陈冲等多位百人会成员 讲述其在美国的成长奋斗历程 展现华裔美国人在美的足迹与故事 我们凤凰威视美洲台在百人会年会现场 也有幸采访到目前担任加州财务长的江俊辉 在谈到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 关于他参选下一任加州州长的问题时 江俊辉表示会以民众利益为先 我们没有最终的考量 但我们是近年之后的决定 所以在这些二次期间 我们会有公共同的投资 我将会努力专业的重要问题 影响令人员 我们将能够求我们到家 我们学习和我们未来的成长 社会计成长的国家 是一个国家的经济 很高兴 我们看完肯定的 在影响应当中 当人们在经济中心的政筹 他们想要考虑成长 他们想要考虑成长 如果你们要求求到增长 你必须得得到的孩子 要求得到自己的解释 They get access to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work on housing. We know that for too many today in California, we're here in Beverly Hills, you look at Los Angeles, the housing prices are far too expensive for far too many families. So I'm going to work on creating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because you have seniors of limited income who still want to call California their home. We have young people who come out of college, oftentimes with student debt, they can't afford an apartment. And so over the last year as the state's treasurer, as the banker,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finance building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so that people can dream and live their dream here in California. 本四年会的共同主席又来自南加州地区的五位百人会会员出任, 包括高隆房地产基金主席梁士元, 南加州亚太法律中心执行主任郭志明, 华莱士科尔特基金会秘书长范苏, JM Eagle集团董事长王文祥, 和Mega2S公司首席执行官胡泽群。 本四年会成立于1990年底, 由建筑大师贝玉明和大提琴演奏家马悠悠等人发起, 现有成员150余人,均为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美籍华人领袖人物。 百人会为无党派非政治团体, 对各项议题秉承求同存异原则,同时保持独立立场。 自创建以来,百人会会集其杰出会员的集体力量, 致力于推动中美之间互信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和促进美籍华人或全面容纳, 并就此在中美两国设立和开展多个项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著名建筑大师被一名接受采访时表示, 总感觉到美国记者对现实的中国非常不了解, 对华人存在偏见。 而大提琴演奏家马悠悠也被类似问题困扰, 他说,美国记者居然会问中国人是不是还抽大烟,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于是他们蒙发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要联合杰出的华人形成组织, 代表华人社群发出声音。 当时尽管许多华人在美国事业有成, 但并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群体参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讨论。 他们的想法随即得到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华人副总裁杨雪岚, 已故物理学家吴建雄教授,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刘谦, 金融专家邓兆祥等人的热切响应。 有人提出新组织应当叫百人会, 一个华人的声音或许不够响亮, 但一百个华人精英呢? 百人会既能体现从者之众, 又含有精英聚会之意。 1989年起, 他们定期在贝玉明的办公室聚会, 讨论中国局势和中美关系问题。 后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参加, 贝玉明、杨雪岚等核心成员列出了一个在美国政商界具有相当号召力, 也有经历关心两国关系的美籍华人名单。 最初确定了近40人, 此后还不断向符合标准的人士发出邀请信。 经过一系列的运作, 百人会作为无党派非政治的全国非盈利组织正式成立。 美国前国务卿基金河博士参加了创立仪式。 历任的会长包括前通用汽车副总裁杨雪岚, 金融专家邓兆祥, 著名企业家李熙辉, 美国陆军少将傅吕仁, 黑莓公司CEO程首宗, 以及华美银行首席执行官吴建民。 每年4月举办的年会通常会在百人会社友峰会的纽约、 洛杉矶、华盛顿和旧金山四地轮流举行。 年会探讨与中美关系和美国华人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议题。 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组织之一, 百人会每年的年会都会邀请美国政商界的重要人士参加。 2003年邀请到了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和前纽约时报总编辑等人发表演说, 阐述中美关系发展。 其他网界的演讲嘉宾还包括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瑞金斯基, 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 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李安等。 自1991年以来, 百人会为期三天的年会精英云集, 共同探讨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华裔的问题。 每次会议平均吸引700多位贵宾和90多家美国企业赞助。 在外交方面, 百人会也有突出贡献。 2004年, 百人会代表团前往北京、香港和上海与两岸的领导人会面, 包括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等。 2005年, 百人会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大中华地区会议。 在当年, 百人会发表了全国性的民意调查, 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 民调结果显示, 与1994年相比,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上升。 中国驻美大使周恩仲先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 也引用了此次民调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 1992年, 两岸历史性的新加坡汪姑会谈, 就是由汪道涵为请百人会成员向李登辉等人转达议员后促成的。 在促进美国华裔社区工作方面, 百人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通过改进美国中学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教材内容, 来促进美国人对中国和亚洲的了解, 并且每年同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们讨论教材改革事宜。 2006年, 百人会在加州大学举办辅导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论坛。 此外, 百人会会员还积极筹款, 帮助美国公共电视台完成了大型纪录片, 成为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的经历的制作。 这部详细阐述美国华裔历史的纪录片, 在美国社会影响深渊。 根据百人会历年调查并发布财富500强公司中亚裔董事会成员所占的比例, 以及美国高等学府中亚裔领导所占的比例。 研究发现, 仅有1%的亚裔是财富500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也只有1%的亚裔在美国大学中担任领导职务。 尽管所占比例不大, 但在过去10年里, 亚裔居民仍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 其中华裔人口最多为400万人, 其次是菲律宾裔和印度裔。 除了在艺术、商业等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展露头角, 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政治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参政, 并出人头地。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 特别是90年代后, 华人逐渐现身政坛。 1959年, 康永良成为第一位华裔美国国会参议员。 39年后, 吴振伟在俄罗冈州当选为国会众议员, 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非出生美国的华裔国会议员。 10年后, 赵美新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华裔众议员。 资料显示, 从1990年到2009年, 新当选州议员华裔达14人。 自2009年后, 参选市议员与市长的华裔越来越多, 在华裔或亚裔人口集中的城市, 基本上都有华裔参选或当选。 不仅在人数上逐年增加, 而且也呈现年轻化参选趋势。 2014年, 31岁的华裔罗达伦当选加州史上最年轻亚裔州议员。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 在白人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 越来越多的华裔参与到美国政治活动中, 不仅如此, 在科技创新等领域, 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逐渐成为领导者。 我认为未来很明显。 林林 Chang, 我支持国际审议院, 现在在我的区域。 她是非常静静, 很静静, 很静静, 她说, Mandarin, 和英语。 她是非常静静, 很多年轻人。 我看她来自称为 称为称为 美国人的国家。 她称为 对于泰国人的社会, 人生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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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百人会的重要成员 将军会今年以亚裔精英代表的身份 在开幕仪式上致辞 他表示在他的政坛生涯中 却存在对华裔的标签 但大都是很肯干很勤奋 这是一个很兴奋的机会 我们知道历史上 很多时候人们有些关于亚裔美国人 但我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将继续破坏的标签 人们们们不想思考的 人们在认为了不分手 但从我认为了控制 我我认为了案为了 ��主 在sen纪器上称 以下政府的贏定 所持续是权的 所以我认为了期待的过程 我当初任何范接了 先温暖的过程 后面前选业 我们暂度做了很变化 看我们看在里面的性格 看他们的身份 看他们做了什么 与在美国的其他众多华人社团不同的是,百人会的入会资格十分严格,必须有三名老成员的推荐,专门委员会还要进行审核和批准。 此外,百人会成员每年要交年费,不仅如此,参与成员还需要不断为组织付出,包括资金支持。 据记载,百人会著名成员还包括前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林,美国首位华裔州长罗嘉辉,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宛若,流行性疾病研究专家何大一, 雅虎网站创办人杨志远,著名CEO李开复,慈善家唐仲英,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和已故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等人。 在福师未来领袖方面,百人会每年都有成百的学生和年轻职业人士与百人会会员进行圆桌会议,汲取会员们的创业经验。 青年辅导项目既作为百人会年会的一部分进行,也会在美国不同的地区每年举行,同时也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展开。 除此之外,百人会还为中国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分发给中国不同著名大学的品学兼优,显示出领导才能的学生。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数据报告,亚裔移民已经超过西班牙裔移民,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 目前,在美国的亚裔人口已经达到了史上最高纪录1820万人,而且仍在逐年递增。 皮尤研究中心执行副总裁保罗泰勒在报告中写道, 亚洲人成为了美国新移民的最大主流,因而也成了美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最新的主角。 该研究报告还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数据,通过电话调查得出结论, 亚洲人已成为美国收入水平最高以及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 在年龄25岁以上的亚裔美国人中,有大学学历的占49%,而同年龄段的所有美国人中只有28%有大学学历。 翻开百人会历年会员年鉴,百人会会员曾出现过美国首位华裔州长,首位华裔女市长,首位华裔大使,首位华裔能源助理部长, 美国陆军首位华裔将军,美国首位在大基金会担任董事长的华裔,美国首位在跨国公司担任执行官的华裔等等。 另外,在得奖方面,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奥斯卡,多莱美音乐奖,托尼奖,金球奖,全国艺术奖,总统奖等,均有来自百人会的成员斩获。 加州财长将军辉在采访时就表示,最为欣赏的是百人会互帮互带的氛围,会员们互相吸取宝贵经验,同时也帮助年轻一代,这也是百人会历来的传统。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work we do. Here in Los Angeles, we're very active in making sure that we provide mentorship-mentee relationships,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impact future generations is the quality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ir life, right? If they get good life experiences, if you have people share their history, their knowledge, it could really accelerate somebody's growth. And so, in Los Angeles, I'm very proud to participate with great colleagues. It's bee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tuart Kuo, Charlie Wu, Herman Lee, Lily Lee Chen, some really great colleagues down here. And so, we're going to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reach out not only to the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to the greater community. We focus on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s, immersion in schools, right, because we know that in the world going forward, right, understanding English, understanding Mandarin, understanding Spanish, we'll bri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 not only economically, but socially, creating better cultural interactions, creating better social interactions, creating bett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ll, I'm so thrilled to be here at the C100 dinner. You know, they've had a conference all day, and they've discussed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re facing Chinese-Americans. I am so glad that they have these very top people. These are very prominent people that are here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face Chinese-Americans, and I applaud them for it. 隨着亚太一在美國社會扮演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他们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文化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亚太裔传统阅中肯定了亚太裔在美国社会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他指出,回顾美国历史,早期有成千上万的华裔劳工, 在危险艰苦的工作环境下修建美洲大铁路, 是他们将进步的车轮推向美国西部。 所以,你都没有任何作不同的情境, 在美国人!" 如果每个最新的资料,或是自己的纪运曲, 你受到什么更加大的编较美国拥有之和, 就是这种感受的信心。 美国来说,那种子在这个国家, 如果一个人被抑制 如果一个群体感觉 正在被拒绝 那是在我们的侦领 在这国家建立的价值上 因此它是很重要 AAPI 社群体 在为了犯罪的民选官员 从艺术家到教育家 再到民选官员 从军人到商人 亚太义都在帮助推动美国 向前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